看到是国安局卧的前总统陈雪扁 配备两台林肯行防弹车 现在则是摆放在国安局车库里为蚊子 因为超过使用年限 国安局找不到行政单位来认养 想要拍卖贡献国库 但是国有财产局却表示 这两台车只使用了一到两万公里 性能加其实呢还不能够报销 全年总统卸任前全台跑行程 国安局配备的总统坐车 两台林肯行 维安 紧备车 具有防弹功能 三顿重造价超过千万 停在国安局车库里三年多 国安局想拍卖却传出国有财产局 要求得先砸烂才能卖 陈雪扁坐车成为烫手山芸 依照紧备车规定 使用五年可态换 可是这台车只开了一到两万公里数 还可使用要态换 太浪费 加上车子属于大型车 4600cc拿来当作机关首长公务车 在节能减碳最高指导原则下 没人敢做也不适合 是2002年跟2004年购买的 都已经超过这个警备车的使用年限 你现在才一万多公里 怎么会不堪使用呢 所以可以用 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用 所以才会有问题 所以他又不能爆脚 因为不能这个这个 出售 陈雪扁的坐车 国安局多次希望行政单位任养都触交 传出想拍卖 却被国有财产局要求 除非不堪使用 才能拆解出售大回票 新任总统坐舍封存三年多 国安局就是找不到其他单位 愿意任养 也只能继续养蚊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